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官員,各位民地朋友,大家早 主席,我們是不是請我們那個李主委 我身邊宣布一下,我們中午繼續開會 主委,我們工作人員,準備便當 主委請教一下,當然你今天兩個的一個主題 就是說高鐵,高鐵的問題 那高鐵不能夠在那個下線 那道路嘛,不能夠鋪不平 那我們都知道說高鐵,它現在那個下線很嚴重 你講過,假如繼續讓它那個每一年,譬如說從雲林彰化 每一年都用七到八公分的速度,這樣來讓它下線的話 那高鐵就撐不到十年 也就是說,你耗製五千多億興建的一個高鐵 那現在壽命不到十年 當然沒有錯,最近大家都在講說,哎呀高鐵營量增加賺錢啊 也開始那個轉虧為營賺錢了 那事實上有沒有賺錢,大家心裡有數啊 是把那個會計的那個折舊方式啊,把它延長 那笑死人喔,那美化素質而已啦 那當然,這不是我們今天討論的範圍 只是說,那高鐵,那為什麼會下線? 就是因為在挖那個井嘛,那為什麼要挖井? 就是農民需要灌溉嘛 那你有沒有去研究就說,就像你們講說,假如你繼續挖 那我們,農民太廟要抽嘛,他不得不抽嘛,因為他生計有問題嘛 那你說好,那我現在我要去蓋這個水庫 我要去蓋水庫啊,你現在說,你要去弄兩個水庫 比如湖山水庫,一直要104年完工 那什麼烏角潭人工服,第一期要108年 那第二期的話,要那個111年完工嘛 你到底,你還不及幾嘛,因為他還是要抽嘛 那你有沒有去研究喔,你有沒有去研究是說 那到底,水的問題要解決嘛 包括工業用水也在搶,包括那個灌溉用水 還有民生用水,那大家都在搶水 那你有沒有去考慮到說,當然你一直建水庫 那在建水庫,夠不夠,或是說你要不要 就是說,你的工程,你預計是說啊,你譬如說 那個湖山的水庫,104年完工 那那個烏角潭要108,101 那工程能不能如期完工 那你工程要那麼長,會不會繁不及其 那你面臨,你氣候那個變遷問題 你有沒有省省的去考慮說,蓄水效能 甚至是改變灌溉的方法 也就是我今天重點說,你有沒有去考慮到說 因為我們現在的灌溉,像我們在椒花 都啪啊這樣撒 有沒有去考慮說,比如說以色列 他用那個滴灌,對 他用那根部的一個滴灌,有沒有去研究 就台灣,台灣這個 有沒有去研究這樣的一個灌溉的方式 你才能夠從根本去解決嘛 或者你並沒有辦法的話 你說啊,你是要這麼長,你要104年完工 可以如期嗎?不一定,不知道 那三個是追根究底的方法 是否改變我們整個灌溉的方式呢? 我想委員指教的都是正確的 事實上我都想過 那我們今天談出來的是一個短中長期方案 其實我們今天提出來是一個短期方案 所以照目前改變最小的狀況 又讓供水無魚的狀況 目前定出這樣的方案 當然你剛剛就像您講的 萬一不完工怎麼辦? 這個事實上我們也很了解 事實上我們有很多的節水空間 我們這個也請農委會 開始在做節水型灌溉 要求他們把這個晚上不用的水 把它收回來 要求他們的漏水率減少 事實上有些部分要做轉作等等 我相信這個當然都會是問題 但是我相信這個在我們的這個掌控下面 我覺得起碼高鐵的安全是確保的 但是你說有沒有辦法做得再積極一點 再做快一點 是有空間的 現在是這樣子的齁 因為你現在目前的 目前你根本 你目前你有沒有去封井 比如說你他現在目前 你要地下水井的話有十一萬口 那會齁 我們封的是深水井 對對對 那你深水井 那你深水井 你深水井你封了幾口 他們總共 總共要封掉將近一千多口 將近一千多口 對 那事實上這些深水口真正造成 因為我跟你講 我的資料 我不知道 我的資料我認為說 他地下的水井 他有十一萬口 對 千井 那十一萬口裡面 灰煩的有十點五萬口 對齁 就九千多都是灰煩的嘛 就五千多是那 那到底你現在目前 造成它的地層下陷 當然比較嚴重是深水井會比較嚴重 那你潛水井十幾萬口 到底它有沒有影響 它是不是也是造成地層下陷的一個原因之一啊 影響不大 不能說沒有影響但是影響不大 因為你 但是我們現在是這樣講 比較持平的講 前景什麼前景的是什麼時候要來去處理前景的問題 當你水利會把這個農民可以用的水源全部都一步一步都找出來以後 我們就會逐步的去跟農民在談前景的問題 但是這個階段我們基本上先從深水井先解決 是為什麼這麼做呢 事實上根據水利署的資料 其實深景是造成下陷最主要的原因 等於說深景 那現在你說一千多口嗎 一千多口 那是不是現在規定 現在深景是不是全部查封 是不是全部都封掉 就分階段 階段上全部封掉 那你一季多久之內 要把整個深水井全部封掉 我們有一個數字大概十年之內 十年之內會全部封掉 那你十年之內 你有沒有考慮到說 有有有 我們現在譬如說哪一 明年開始封哪幾口 後年大後年 我們要封的景的位置 數字 水量 都是非常明確的 假如您有興趣 我可以把詳細資料提供給您 因為我們所看到 我們所得到 這是一個很農統 沒有沒有我們有非常經驗 我是怎麼算 我不知道 因為你說好 你等於是說 一千口你要分十年 那也就你一年 等於分成一年就分一百口 也就十分之一 可是我們現在地層下限 每年是七到八公分 快速在下限 那你說它也只剩十年 那等你封 我的邏輯 我說那你 你要十年你才封 那等於 那它還是在下限 它還是在下限 那等你封掉它也打掉 不是我們這個方案 事實上 我可以把詳細資料提供給您 我們根據目前的計算 到四年以後 彰化的下限大概 就大概剩下三公分到四公分 那個雲林大概會減少兩三公分 所以事實上這些資料都算出來了 對 那也就 那我請問你 假如說好 你說 也就是說你說四年後 它下限只剩三公分 所以它現在還是 還是每年用七八公分 在下限 它會遞檢 對 你現在都整個七八公分這樣遞檢 那你這樣算下來的話 我不知道你聽懂我的意思 你這樣下來的話 是不是到你十年後的時候 那根本都已經 不是 已經沉掉了 十年是八公分 當我未來慢慢遞檢的時候 它的這個時間就慢慢往 慢慢拉長 可能變成二十年 但是到了十年後 所有的下限 到了三公分以下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就定義它不再下限了 所以 整個高鐵就是 所以也就 你認為說 按照你的計畫 你可以保證說高鐵 沒有下限的問題 它沒有安全的問題 沒有安全的問題 就沒有安全的問題 也就是說按照你的計畫 十年之內 把十那個那個 把一千個深水警轟掉的話 就沒有安全的問題 應該是 好 但是我也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我請水歷數 明年 後年每半年算一次 我們要確定說 我們的計畫 的預期的目標 有辦法達成 因為地下水還是會有誤差的 我們連這一塊都有考慮進去 所以我想這個東西的話 真的是要比較 比較 很慎重 否則你這樣 那再來 再來你說深水警 齁 你說你說 你說那個深 那個潛水警的話 應該十萬 那個七十 十幾萬 那不合法的 九 七九成多啊 你看看 放這麼多年 放中 那種不合法的去挖 那當然你 你 合法 你在你沒有 它沒有挖之前 你沒有制止 你這樣氾濫的讓它 讓它這樣下去的話 坦白講 那你說 有沒有影響 我不認為說 沒有影響 你這十幾萬口 難道 一點都沒有影響嗎 因為數量多的話 我知道 因為潛城警 你灌溉完 它還會再 再灌回地底下去 所以剛剛講說 我要處理這十幾萬 甚至二十萬口警 就是當 我替他們找到替代水源的時候 事實上我可以逐步的來 來對這方面採取一個更積極的作為 這一點我們是有考慮到的 但是不是現在這個階段 對 好了 那再請教一下 你說那個 我看你的報告 你那個道路路面的一個查核 你說九十六年十二月到九十七年二月 也就到九十七年二月的時候 你調查那時候不合格的那個 的那個 比例高達百分之八十七啊 可是到了一百年八月 也就是現在 你認為說不合格率只有十九點八 你說那個十九點八 那 我不知道說你的標準到底是在哪裡 你從七十幾%降到十九點八% 而且只有什麼 你這麼多年 我不要說我不要看別人 我們 那個 濟南路 濟南路附近 只有我每天在走了這個 從濟南路走到附近 那個路 你有沒有去走過一遍看看 有哪一條路是平的啦 齁 我從 從我 我來到立法院三年多 每天都經過啦 每天都那個 齁 我都沒有看過他平過 齁 那到底 你們這個例 他是怎麼算出來的 十九點八 你的標準是哪裡 怎麼弄出來的 我們的標準就是當初這個廠商的這個契約 好 契約的這個標準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也不瞞委員說 我們能去查核了人力 我們查核的比例大概百分之十 所以這個百分之八 這個十九點八 是那 查到了那百分之十 當然裡面還有百分之九十 我們不可能全部都 對啊 所以說你這個數字就 就你講你你只查到百分之十嘛 你百分之九十沒有查嘛 啊這個百分之九十 我是我很討厭齁 做那美化數字的東西 坦白講 不對我做不到就做不到啦齁 那不需要去弄成這樣 就好比高鐵 虧損就虧損嘛 那個嚴峻就沒辦法 那當時勾結舞弊嘛 那弄成弄成就是 就是勾結舞弊 那造成造成那個我們負擔 那評估錯誤 啊錯誤就錯誤了啊 那為了要 為了要好看美化數字 去把折舊的年限拉長 變成他賺錢 那現在賺錢以後還變成怎樣呢 你說好彌補虧損 或是賺錢的話要怎樣 提拨或銀儀 那是不是原來那些股東 跑掉了賺大錢那些股東 又可以分錢了 又可以銀儀分配了 其實不需要去美化那些數字啦 我我經常在講 我說數字是冷冰冰的啦 人民的感受才是熱烘烘的啦 不要一天到晚去做那美化數字的遊戲啦 你現在我弄個東西給你看 其實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為什麼道路不平 道路不平 最主要的問題 都是出在哪裡 結果你不好了 過兩天又挖 你看有個地方 那個我們換一下 他在兩年以內 你看看這個啦 你整個士林的克強路啦 兩年以內挖了幾次 總共挖了12次啦 把半年以內 半年以內挖12次啦 那為什麼 你再怎麼平都不平啦 那還有你看看 你看像這個道路這樣子 這個叫做平啦 都是這樣子 你我就不要看了 你去走季蘭路就好了啊 你把季蘭路 我們這樣你給他走一圈看看啊 所以說喔 坦白講喔 你認為說 照講一般的道路 你是使用多久 他才要鋪一次 可是我們現在是道路挖鋪的頻率 太多了 太那個了 那原因出在哪裡 那有沒有說 各個部會之間 他橫向的聯繫 其實這個我們講了很多 很多次 不僅浪費公堂 浪費人力 你今天 你今天大家都很清楚 很重要就是說 欸我今天那個 也許那個道路鋪好了 沒多久 啊說什麼 電線要買 喔那個 電力公司又挖一次 再來自來水 漏水 自來水又挖一次 你是不是又定了標準說 我那個弄下去 那多久以內 你不能挖 那當然也不能說不能挖 他都漏水了 你也不能不准他挖 那挖 那個錢是誰要付 還是什麼 什麼要那個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連向 橫向的一個聯繫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機制 或什麼出來呢 那在現實政府 個別的現實政府 有 因為這不是中央 中央單位的事情 是現實政府在執行面上的 管理的問題 不是啊 這當然不是中央 可是就是你站在中央 這樣一個高度 你怎麼樣設計一套制度 好 由地方去實行嘛 你應該去想 對不對 因為畢竟 地方的人力 或他們的那個經驗 根本它不是很足嘛 所以你是不是應該由 中央 去做一個制度 那交給他們 才去做嘛 你看看 你99年 去年嘛 那個半年當中鋪12次 對不對